遗体修复时建议蔡天峰的遗体不要修复比较好 因修补后可能会让家属更难过,造成二次伤害 欧洲议会下令禁止员工下载TikTok 俄罗斯宣布禁止俄罗斯官员在旅行职责时使用大部分外来语 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3年3月1日的东方国际焦点,我是慧如 香港28岁名媛蔡天峰上周惨遭矿性前夫一家残忍杀害 根据传统观念,外界好奇死者出兵前是否该修补遗体 香港资深遗体防腐师及遗体修复师五桂林周一在面子书上表示 知道案件细节后,他的建议是不要,但这并非所需的金额昂贵 而是明白死者应该是爱漂亮的人,或许希望在世的亲友只记得他最美的样子 而修补后也可能会让家属更加难过,造成二次伤害 蔡天峰一出生就是富二代,家产初孤至少上亿人民币 他2016年再婚嫁给谭仔云南米线创办人谭泽云制止Chris Hole 便积极走入时尚圈,承登上杂志封面,被媒体形容是时尚圈的新星 未料因育人不俗,使得蔡天峰年仅28岁的人生冲冲画下句点 欧洲联盟一名官员昨日表示,欧洲议会决定基于安全理由禁止员工手机下载TikTok 这名官员表示,这项禁令对于能登入欧洲议会电邮系统和其他网络的私人手机也适用 并说这项决定渴望即将公布 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上周就已经禁止员工手机下载TikTok 凸显欧洲方面对中国字节跳脱公司拥有的TikTok及中国政府可能借用收集用户各资以谋取自身利益 中国在这方面经常否认有此意图 据总统普京着陆签署关于正式使用俄语的修正法 俄罗斯官员在旅行职责时将被禁止使用大部分的外来语 据政府网站上发布的资料显示 普京在当天签署的2005年法律修正案旨在保护和支持俄罗斯人的地位 该公告称当官员使用俄语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语言时 将被禁止使用不符合现代俄语规范的词语与表达方式 除非是俄罗斯无广方使用 缺乏对等词语的未来语才可继续使用 自去年2月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以来 普京就一直表示他希望保护俄罗斯免受他所谓的堕落西方的影响 他声称西方正试图摧毁这个国家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明天见